昨天在广州羽毛球世锦赛赛场上迎来了诸多大牌登场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奥运冠军林丹了 他只用了37分钟便直落两局淘汰了荷兰选手埃里克庞 轻松晋级16强 比赛中林丹数次展现标志性的愉悦旧球 首局超级丹以21比14轻松拿下 第二局比分胶着上升 随后林丹用进攻压制住对手 以21比17再下一城晋级下一轮 而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差点暴冷 他面对印尼选手迭奥斯休斯的比赛 一度以总比分0比1落后 随后李宗伟调整状态 以21比18和21比11逆转晋级